彰化县文化局自集日起至6月16日 在彰化县立美术馆一楼展出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3棒 不忘初衷 游易曼晴 林纯珠油画创作展 此次展览邀请到彰化县 及优秀艺术家林纯珠老师 展出72件浪漫缤纷的油画创作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 欢迎艺术同好一同前来观赏 享受艺术带来的丰沛感动 先期一直到6月16号 彰化县文化局在美术馆一楼 这次特别邀请我们美术家接力展 立113棒林纯珠老师的创作课展 那林老师是我们彰化在地人 他是国小教师退休 他小时候就很喜欢画画也很有天分 但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他后来没有办法走这个全职的创作之路 直到小孩在学才艺班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所以他重新拾起画笔 跟很多的老师在学习创作 这几十年来其实林老师非常认真 那也获得像黄芯美展 玉山美展跟公交媒展 一个录选的肯定 老师的创作风格 非常的这个色彩非常的丰富 明亮 线条很流畅 他从早期的这个写实 到现在的这个半抽象 其实就希望呢 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一个风貌 那老师呢 这次带来72件精彩作品 一直到6月16号为止 邀请我们所有的乡精来共襄盛举 我因为我自己如果情绪 我当然创作给我的是不假外球的快乐 我不用去找别人怎样玩乐才会快乐 我自身在画画中我就得到快乐了 所以说我有这种感觉 我能够了解艺术能够疗愈 所以说我希望我的画作 能够让大家看起来觉得心情很愉快 有疗愈的效果 所以在我最近的创作 都会用那个比较鲜艳的色彩 整线让人家看起来不会很沉闷 这样子 我创作里面我有常常说一句话 我创作是我思维的脉络 我的情绪出口 我的生活表征 我的生命轨迹 每一幅画这里有七十 应该说是七十二幅画 每一幅画都是一个场景 一个故事 我一个梦想 然后这也是我的永远 我希望大家能够静静的 来这这么美好的美术馆 好好的欣赏我的画作 法国一个作家罗曼罗南 他说过 艺术是一切的享受中 最美好的享受 所以希望大家 民众来接近美术馆 来看看我的创作 让民众能够疗愈的创作 那在我们彰化心理里 是什么 彰化人彰化是新闻记者 林明佑采访报导